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林林老师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元素周期率的一些综合应用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通过上一周的课程还有这周的课程呢 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元素周期表的基本组成 然后了解到说周期表的排布是有一个周期型地变的规律的 对吧 那么在上周的课程当中呢 咱们讲到了这个半径的地变规律 那通过这周的课程呢 大家又学习到了这个性质 然后重点以第一主族和第七主族呢 给大家讲了一下它元素的地变规律 那这些都学完之后呢 那么大家实际上要去面临的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节课程 就是各种的综合应用题 比如说给出对应的一些信息 你能不能推出这个元素 然后通过这个元素判断出来之后 再去看选项当中的各种性质 还有地变规律 它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元素周期表它的题 最后成型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题目 带着大家呢 去找一找做这种题的一些思路 还有一些要点 然后还有一些呢 是我们通过做题不断去积累的一些 可以说是这个做题的常识类的一些东西 所以咱们来一次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小题 说现在呢我们有四个元素 均为短周期元素 这种题其实就是它把周期表的部分的 这个片段给大家掏出来了 那我们只要把其中一个人定下来 其实大家按照这个相邻或者说上下的规律 就能把这个表就能填出来 对吧 所以呢来看这道题给到的信息点是 如果Y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数 是其内层电子数的三倍 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上周的视频课当中 着重给大家讲到的一些通过这样的表述 数字关系来去推对吧 那像这种呢大家就是试尝试就可以了 因为也比较简单对吧 你比如说呢它的内层电子数 在短周期当中如果有内层的话 要么就是K层要么就是L层对吧 哎要么就是第一层要么就是第二层 总之第三层就到头了 它一定是最外层内锅的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如果说它的最内层哈 它的内层电子是K层的话 注意了哈如果它的内层电子是K层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应该是2 对吧这是它的内层哈就是2 那它的最外层呢是它的三倍 所以就是23得6 所以它画出来的就应该是26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把核外电子一相加 是不是就是它的核内质子数 也就是它的原子叙述 所以是8号元素 那数一下吧 8号元素是不是氧可以存在对吧 所以Y这个位置可以是氧 那如果说它是这个L层 或者说它最外层是M层的话 那它的内层电子就变成K和L相加 对不对 大家注意了内层电子数指的是除了最外层以外 所有的电子 但是从这个周期表的上下的构造来看 它不可能这个是第三周期的 如果它是第三周期 那底下都到第四周期了 怎么还能叫短周期呢 对不对 所以根据这个相对表格的位置 咱们也能判断它一定只有两层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咱们的Y就确定出来了 是氧元素 那它一旦定出来 其他的是不是就都出来了 比如说挨着它的左边就是氮 下面就是硫 硫的右侧就是氯 那剩下的就需要我们调度一下 这两周学的课程的知识内容 把它做一下就可以了 是不是 A选项说 X的气态氢化物比Y的要稳定 气态氢化物的比较看的是什么 它的非金属性 是不是 那一看越往右上 非金属越强了 所以Y的非金属性强于这个X 也就是说实际上 Y对应的氢化物应该比X更稳定 所以第一个说法就错了 是不是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Z的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酸性 那就是啥呀 哎就是正六价的硫对应的那个酸叫硫酸 他说跟这个W高氯酸 注意了高氯酸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所有的酸当中最强的酸 所以来谁的酸性强 绿的酸性强 所以这要题B选项错 再来看C选项 Y的非金属性比Z的强 Y是氧Z是硫 它俩是上下的关系 那非金是右上强 对吧 非金属性越往右越往上越强 所以应该是Y比Z要大 那这道题C就对了呗 选它 再看最后一个 原子半径XYZ 那这三个原子从层上面来说 硫原子的层最多有三层 接下来在同层的情况下呢 旭小静大 它是七号元素 氧是八号元素 所以旭小静大 应该是硫大约氮 那它的排序就应该是Z大约X大约Y 是不是 所以大家最重题就是 如果最开始对于周期表还不是很熟的话 那么大家就是最老土的方式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表上 把那个前18号元素 你就全给它对应写好 对吧 然后做题的时候 别慌 一个个选项慢慢来 别着急 你做多了就快了 好吧 所以这是第一种 就是给这种部分表格的 那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推的 我们直接就可以去 这个用它的相对位置 推出一个就推出来了 还有一种方式怎么去比呢 就是说 它已经把这个表格的相对位置告诉我们了 那我们再去推底下规律的时候 有些东西其实就不用推出这个元素 这道题因为我给大家讲了 肯定是把这个都推出来了 对吧 如果说不推呢 其实这里面也能去写出它的结果 你比如说像A选项 X和Y的相对位置来说 Y的非金属性强于X 对吧 因为越往右越往上 非金越强 所以这样的话 你即使不推也应该知道 A它是错的 是不是 那再来看B选项也是 Z和W的相对关系 越往右 非金越强 那它的最高价 这个酸 它就对应的越强 是不是 包括C和D都是 所以这道题说实话 你不推 也应该能把下面的规律 做出来 明白了吧 所以像这种 就是给部分片段的题 如果说你推不出来 你也不要慌 先去看选项 有些地变规律 是你可以直接写出来的 就你直接就可以判断了 可以吧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道小题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第二道小题 说下列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是 已知呢 短周期元素 一二三四 哎我的天 这么多 说其中Y的最高价 是正三价 好了 那现在咱们就得知道 化合价 跟它的外层的这个电子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还记得吗 来咱们看一下 最高化合价 也就是它的最高正价 最高正价应该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它的最外层电子数 全失掉 哎 最外层电子数 全失掉的时候 那就是它的最高化合价了 对不对 那像这道题 最高价是正三 说明它的最外层 有三个电子 再根据它给的 这个周期表的片段 大家能看出来吧 这是第二周期 这是第三周期 所以第三周期 最外层三个电子的 那不就是在第三主族吗 所以Y是什么呀 Y就是铝呗 那剩下的是不是 就都出来了 这就是鎂 然后就纳鎂铝 硅硅的上面 就是碳呗 碳氮氧 氧流 吸地坡 然后就是铝 这不就都出来了吗 是不是 那再来看 最高化合价 那如果是最低副价呢 哎 比如说它的最低副价 那最低副价的 绝对值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8减去它的最外层电子数 也就是说它的最外层差几个到8 它的最低副价就是多少 你比如说绿 差一个就到8 所以它的最低副价就是负1 是不是8减7吗 最外层电子数减掉之后 就是那个最低副价的绝对值 所以化合价这个规律 大家要熟练掌握 好了 那现在咱们都推出来了 底下直接看吧 第一个 还原性 还原性如果没告诉你 咱是不是应该也会写呀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推不出来 你也应该知道 咱们非金属性 或者说它的氧化性 是哪边强 它的氧化性是不是越往右 越往上强 所以右边这个应该是强 应该是Q小于R 这是它的单质 那单强离弱 所以它应该怎么样 QR负大于R负才对 所以A即使没推出来 咱是不是也应该判断出来呀 所以这要题选A呗 再来看B选项 X能从Z氧2 就是二氧化Z的 这个反应中置换出Z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说 我通过地变规律 不推也能做 这就得推了 是吧 那X是啥呢 X是不是就是链元素 链 它说能跟ZO2 就是二氧化碳呗 来注意了 这个反应可能大家之前没见过 今天林玲老师给大家整理一下 链和二氧化碳呢 是可以点燃的 也就是链可以在二氧化碳当中点燃 生成什么呢 叫做氧化铭和碳单质 那这个反应氧化铭 大家都认识白色的 对吧 碳呢是黑色的 所以这个反应呢 大家也可以巧记一下 就是一个白加黑的反应 你看白色的 黑色的 所以是一个白加黑的反应 所以能不能从这个当中 置换出金属 置换出这个非金属的碳呢 可以 所以B选项正确 来再看C选项 Y是铝 铝和氧化铁反应 在高温条件下 它可以生成什么呢 生成铁单质和氧化铝 来生成铁单质和氧化铝 所以大家看好 就这个反应呢 是大家后面 以后会学到冶炼金属 各种金属的冶炼方法当中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 就是工业上 在冶炼铁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反应 用铝去把铁 进行一个氧化物的 这样一个置换 这个呢 我们也称之为叫铝热反应 这个反应 我们也称之为叫铝热反应 这是冶炼金属的 这个方法 所以大家呢 在这可以先把这个方程式记起来 后面呢 这个下学期的课程当中 咱们也会讲到的 好吧 来再看最后一个 M M就是蛋呗 蛋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 那不就是硝酸吗 它跟最低价的氢化物 蛋的最低价不就负三吗 再打上氢化物 那不就是氨气吗 氨气和硝酸能不能反应 当然可以了 氨气它本身 有点这个弱点性 是吧 然后再跟咱们的硝酸一反应 就生成啥 硝酸啊呢 是不是 所以递选项是正确的 可以完成 好了 那么关于周期表 这种片段题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哈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问你这种规律 或者说性质比较的时候 即使推不出来 有些题也能做 对吧 但有一些呢 还得提高警惕的 就是有一些选项 它可能需要你 真的把它推出来 然后才能去做 对应的这些 元素性质的一个判断 是不是 所以就两种方式哈 大家灵活处理就可以了 好了 那表格片段问题呢 咱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呢 咱们来做一些这种文字推断 文字推断相比较而言呢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来看下一道题哈 首先呢 读题画重要信息 说WXYZ呢 均为短周期的主足元素 注意了哈 不是所有的文字体都会说原子叙数 一次增大或一次减小的 同学们就是做题 千万要抛开你的惯性哈 来他说XYZ呢 处于同一周期 XZ的最低价离子 分别为X2负和Z负 那基本上这个能确定的就是 X是第六主足的 Z呢是第七主足的 对吧 好了 接下来有这么一句话 叫Y正和Z负 具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 什么样的这个阳离子和阴离子 会有相同的电子层结构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你比如说呢 这个氧二负 你比如说氧二负 氧二负的外层的这个电子层结构 是不是应该是二八 对吧 你再比如说像这个钠离子 钠离子把那个最外层电子 抛掉之后 它也是二八 对吧 你比如说鎂离子也是二八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什么样的阴离子和阳离子 会有相同的外层电子结构呢 一定是上一层的阴离子 和下一层的那个阳离子 就刚好一个是周期表那个尾巴 一个是下一周期的头 对吧 所以它俩就存在这样的关系 那如果你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的话 那么Z正和 Z负和这个Y正 它俩是啥 你是不是就能确定了 Z一定是在上一周期 Y一定是在下一周期 且Y和这几个人在同一周期 所以他们一定都在第三周期了 对吧 那Z在上一周期 那Z负是啥呀 是不是就是伏 伏离子啊 对不对 所以Z就是伏呗 是不是 然后这个Y呢 它又带一个正面核 所以Y是什么呀 Y就是那呗 是不是 好了 那这就是Y和Z负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X是不是也推出来了 X和Y在一个周期 然后它又有二负这个形式 它是不是就是流啊 对吧 然后W和Z呢 最爱层电子数相同 Z已经是7了 最爱层电子数 已经是伏了 那它就只能是下一周期的什么 绿呗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就把这几个东西 就推出来了呗 就是对应的 绿流纳伏 绿流纳伏 当然了在这里面 也会有同学说啊 说老师啊 你这个这样推出来之后呢 它也不符合什么 原子叙述地变规律啊 比如说WSY 出于同一周期啊 对吧 那确实啊 WXY确实在同一周期啊 没啥问题啊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 你一定要按照它这个顺序 出现一个递增的变化 所以你只要推出来是啥 就是啥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这道题 注意了哈 那都推出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下面的判断题了 对不对 来 说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来看A选项 WX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酸性 W和X 那大家在做这种题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技巧啊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草稿纸上呢 直接画出两条线 把这个周期表这几个元素的相对位置 你可以先放上去 这样的话 大家再去判断一些地变规律的时候 比较好找一些 你比如说像这要题 那 那 那是Y 对吧 然后流 流就随便画一个位置 还假如是在这 它是X 然后就是绿 这就是W W上面是不是就是那个浮 然后这个呢是Z元素 对吧 所以你看第一个 W和X的最高价氧化的酸性 是不是一目了然 往这边非金属性强 所以它的这个酸性应该是略强于流 所以应该是X小于W 对吧 好了 那A就错了 再来看B选项 离子半径 谁呢 四个人都要比 那在这里面 咱们的离子半径 首先流和氯是一组 因为它们都是三层 对吧 就是288的形式 那么纳和福 它们的离子呢 都是28的形式 就明显流和氯就多一层 多一层 它俩是相同层的情况下 是不是略小净大 所以应该是流离子的 大于氯离子的 对吧 再大于它俩呢 又是相同的这个 和外是相同的层的 对吧 都是两层 那旭小净大 所以就是氯离子 大于氯离子 所以如果写字母的话 就应该是XW 然后是Z 再一个是Y 是吧 所以这里面XW 它错在哪 错在最后两个比法了 是不是 所以B选项错 再看C 氢化物的稳定性 Z 在这呢 ZWX 伏率流 这三个氢化物的稳定性 是不是越往右 越往上 它的稳定性越强 因为它的非金属性越强 是不是 所以照题选C 来再看最后一个 Z 这个浮单质 它说可以从W 这个氯对应的 盐溶液当中 置换出氯气 能吗 咱说浮气 它跟水就直接反应了 都轮不到说 它去置换谁 是不是 所以D选项 来 错 可以吧 所以整体一下 就是整理一下 它的思路就是 先去根据题目信息 做推断 推断完之后 一定要看好题目信息 有没有什么原子叙述 依次增加这种 如果没有的话 一定要打破 它这个惯性 写的一个顺序 然后接下来 推完之后呢 像林老师这样 直接在旁边呢 用两条横线 把咱们周期的相对位置 你写的这几个原子的相对位置 大概可以标一下 这样方便大家呢 去找它的低变性规律 以及谁强谁弱的问题 对吧 更直观 比你这么想 肯定要容易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做这种题 它的一个思路哈 好了 那这题如果说 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 接下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来咱们看这道题 咱们来看这道题 说ABCD呢 四种短周期元素 原子叙述一次增大 这个是符合 我们的常规逻辑的 对吧 原子叙述一次增大 A呢 是一种合数 在考古的时候 经常会用 这个大家作为常识 你今天第一次听到也好 还是第几次听到也好 你给我记下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碳14 它的其中一个合数 就是那个碳14 那A呢 甭管是碳多少了 反正它就是碳 对吧 B选项 B的气态氢化物的水溶液成 成这个碱性 这个也是唯一的条件 看到这个条件 那么B就是什么 B就是氮 它的那个氢化物就是氨气 这俩都是唯一的 看到就是它俩 再来看C C呢 是金属元素 且有两种常见的含氧化合物 大家想在氮之后的 然后又这个含氧化合物 又有两种的 你想想看 氮之后的金属就剩下什么了 钠煤铝 对吧 氧化铝 然后氧化铝 都是只有一种 但是那不一样 钠有氧化钠有过氧化钠 是不是 所以C是什么 C就是钠 最后一个 在钠之后的某个单质 在属容液当中 第一加少量紫色石蕊失液的时候 它会观察到先变红后褪色 变红说明它显酸性了 褪色说明它有漂白性 那大家回忆一下 你现在学到的某个单质 加入到紫色石蕊 能使它褪色的 对吧 变红又褪色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氯气呀 对吧 所以这就是氯呗 所以这几个物质 这几个元素 碳氮钠钠绿 那接下来就像林玲刚才说的 咱们直接拉出它们的相对位置 直接拉出它们的相对位置 比如说有钠 对吧 在最头这 所以这是C 然后再来碳氮 后面这个是氯 氯是D C呢是这个 这个碳呢是A 对吧 这是字母A 然后氮呢是字母B 好了 那接下来来看吧 A选项 原子半径 原子半径 首先钠和氯多一层 所以按照旭小 精大 C就大于D 对吧 钠大于氯 然后再大于它俩 旭小精大 所以碳 哎 写字母哈 A大于B 所以应该是C 所以应该是C AB 那A就错了呗 再来看B选项 简单氢化物的稳定性 来A和B 简单氢化物的稳定性 看什么 看飞金 飞金是不是往右边强啊 所以应该是B 大于A 来B错 再来看C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酸性 又看飞金属性 来比较的是D和B 但是这里面 有听说老师 这都错行了怎么比啊 你就记住 氯的高氯酸是我们高中 大家能看到的酸里面最强的酸 所以甭管它是上周期 下周期还是哪周期 它的酸性都是最强的 所以应该是D大于B 好 最后一个 那就剩下B了 是不是 最后一个 C的两种含氧化合物 是不是就一个是氧化钠 一个就是过氧化钠 他说阴阳离子各处比 阴离子一个氧而复 两个钠离子 对吧 阴阳离子一个过氧根 两个钠离子 是不是都是1比2 注意了 人家问的是阴阳离子 所以这要题 递选项是正确的 跟上了吗 没问题吧 所以像这个题 你看思路也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在这呢 大家对于像A啊B啊 这种常见的一些 就是出现了这个表述 一定就是这个元素 这种呢 大家如果说在做题当中 碰到了一些你不知道的 你就把它积累下来 拿一个小本本 在你的这个化学笔记本上面 看到这种就积累 今天至少在这 你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慢慢积累哈 好了 这道题咱们结束战斗 接下来咱们看下一道题 来 这道题呢 是一道多选题 大家平时做惯了这个单选 冷不丁的这个 看多选题 是不是还有点 对吧 有点害怕 是吧 就怕漏选了 来 我们看一下多选题 短周期主族元素 原子叙述 依次增大 注意了哈 是原子叙述 意思增大 且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周期 它能在三个不同周期 那说明第一周期 主族就剩下个青 那么这里面叙述最小的 W就已经确定了 就一定是青了 是不是 W跟X同主族 所以X有可能是里 也有可能是那 但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 W和X中间还夹了一个R 那么你背一下 青害理 你发现青和里中间就一个嗨 嗨还不是主族 所以你说X能是里吗 不能 所以X也确定了 X就是那呗 是不是 接下来他说 R呢 最外层电子数 是其内层电子数的三倍 最外层是内层的三倍 总感觉这个条件这么熟悉呢 是不是刚才推过类似的了 对不对 最外层 我们说内层是2的话 最外层是它的三倍 是不是就是6 所以R是啥 R是氧啊 这个咱们刚才推过了哈 来再看Y Y是地桥当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 氧 硅 铝 铁 所以Y是什么 Y是铝呗 最后一个 咱们得做个小小的数学运算了哈 他说呢 Y和Z的 Y和Z的 最外层电子数之和 好了 我们先算 铝的最外层是不是三 Z的最外层 我们就令它为Z 可以吧 他说比X和R的最外层 来X和R的最外层分别是多少 6个和1个 对吧 他比这个和呢 还要再多2 那我们就再加个2呗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出来了Z等于几啊 是不是等于6 那Z等于6 最外层电子是6个的话 又在第三周期 所以Z是什么 Z就是6呗 是不是 那这不就全推出来了吗 接下来咱们就把它们的相对位置啊 来拉线 把它们排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位置就是轻 对吧 轻就是我们的那个字母W 然后还有一个那 在这呢 字母就是X 是吧 还有什么 还有铝 铝的字母是Y 我把它写在下面了 XY 好 那再来看 还有什么呢 氧和流是一个主族的 是不是 来 氧这个是R 流 这个是Z 你看这不就五个东西都放在这了吗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吧 A变相 ZYX ZYX 就同周期的这三个人呗 那应该是蓄小 静大 所以它应该是X 那大约铝的 大约流的 所以它刚好说法了 再来看B 最高价氧化物对应的水化物的碱性 X和Y 来 它俩谁的金属性强 是不是左边这个 对吧 所以碱性能是氢氧化 那强于氢氧化铝 B选项是正确的 来再看C 简单气态氢化物的热稳定性 Z和R 那这个比较的就是非金性 对吧 非金属性不是越往上越强吗 那应该是R大于Z 是不是 那这要题又是个多选题 好像答案出来了 是不是 再来看最后一个 XYZ XYZ 三种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 咱们就分别写一下 那就是氢氧化钠 氢氧化铝 对吧 硫的呢 是硫酸 他说这三个人 两两均能反应 可以吧 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铝 他俩可以反应生成什么 偏硫酸钠 是不是 这俩可以反应生成什么呀 可以生成硫酸钠 对吧 这俩反应可以生成啥呀 这太简单了 这不就生成硫酸钠吗 是不是 哎 你看两两都能反应 所以第四个是正确的 可以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道小题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这道题 其实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先通过体干去做操作 然后这道题 它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 就是它有这种数学计算 给性质的那种 其实是最简单的 给数学关系 其实对大家来说 反而是有点难的 当然这道题 还没有那么难 就是真正你去看高考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基本上元素周期表的题 难都难在哪呢 那些数学关系上 什么这个和那个的核 等于那个和那个的核 对吧 就经常会有这种题 所以大家呢 就是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 是吧 好了 那这题咱们就到这 接下来咱们看下一道题 首先读题 短周期主足元素 它们的原子叙述 依次增大 来 原子叙述依次增大 X和Y最外层电子数之核 等于W的最外层电子数 这信息完全就是不知道咋推 是吧 Z和内的质子数是X的两倍 这你说实话也不是很好推 是不是 但其实这句话就给了一个信息点 就是Z的叙述是X的两倍 其实这句话也是一个特定的 就在周期表当中你去翻吧 你去翻吧 在短周期当中 短周期的主足元素当中 能够满足说叙述 呈现二倍关系的 其实就一组 就是我们的氧元素和硫元素 所以其实这个就直接确定了 这就是氧 这就是硫了 这直接就确定了 那是氧 这是硫 OK吧 好了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 然后如果你没推出来 也没关系 对吧 一会咱们再找也行 咱看后面 W的单质 同冷的烧减 就是说室温下的烧减 氢氧化那区反应 可以得到一个带这么多 三种元素的 盐的混合容颜 大家想一个单质 跟碱液反应 然后能生成这个 你能想到什么 你想想看 你现在学到的W 还能够跟烧减反应的单质 是什么呀 啥呀 来 氯气呀 对吧 氯气和氢氧化那反应 可以生成什么 次氯酸那呀 是不是 所以W其实是绿元素 然后它是绿的话 那按照这个顺序 Y就是那呗 对吧 然后W是绿 X是氧 你看这不就次绿 酸那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而且所有的都符合了 包括SY这个电子数 你自己加一加 X最爱层是不是6个 Y最爱层是一个 6加1等于7 是不是等于W最爱层 绿的最爱层电子数 对吧 没问题的 所以来下一个设法当中 正确的是 还是先把它的相对关系画一下 把它的相对关系画一下 都有什么呀 有钠 符号是Y 还有这个氧 对吧 符号是X 硫 符号是Z 然后是绿 符号是W 好了 来A选项 原子半径 W就四个都比呗 对吧 那这一层来第三周期的 续小静大 所以应该是Y大于Z大于W 再大于层多 近大 是不是大于X 所以正确顺序 它就写错了呗 再来看B选项 W的含氧酸 W的含氧酸 均为强酸吗 只有高率算是 你剩下那些就都不是了 比如说最常见的 大家熟悉的次率酸 这就是个什么酸呢 这不就是个弱酸吗 对不对 所以B选项 错 来再看C选项 X与Y的非金属性的强弱 这还用比吗 一个非金属 一个金属 你说谁强啊 肯定是X强于Y啊 对吧 所以C也错 那照题就剩下第四个呗 W的最高价氧化物 对应水化物的酸性 高氯酸 跟Z的最高价氧化物 对应水化物的酸性 硫酸 谁强啊 前面强 对不对 正确 所以照题选择第四个 所以这个题呢 大家就是掌握一下 这个东西 它的非金属性 谁强 它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 就谁强酸性 是不是 好了 那这道题 其实比较难的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常识 还有这个Z的叙述是 X的两倍 这个大家就把它记下来 看到这句话 就是氧和溜 好了 那这道题 咱们结束战斗 接下来 咱们再来一道 来看这道题 跟这个半径 还有化合架是相关的 那么人家在题杆当中 也提示大家了 是第二周期 和第三周期的元素 那在这里面 我们简单来回忆一下 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首先化合架的关系 就是对于氧和福来说 是一个可以 就是突出识别的 因为它们两个是没有正价 对吧 就是说没有最高正价 福是没有正价 氧是没有最高正价 总之就在它俩的 这个主要化合架的范围内 就是-2和-1 对不对 所以再一个 大家也可以通过半径 来去进一步确认一下 半径呢 咱们说第二周期呢 基本上都是后面 有两位有效数字 有这个两位有效数字 第三周期的呢 一般就是有三个 有效数字的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拿到手之后 首先大家就应该 关注到四五 四五你看 它是刚好只有 负价一个负二价 然后刚好原子半径呢 也在两个有效数字的 一个范围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应该是啥 这就应该是氧元素呗 那这个呢 就一个负一价 然后也是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这就是福呗 那接着大家就看到了第六个 第六个它也有负一价 但是它还有正七价 然后这个呢 半径又比较小 对吧 所以它就是那第三周期的特例 谁呀 绿呀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三个就确定了 那么剩下的这个 来大家看 一和二都是正一价 说明它俩是第一主度的 对不对 因为它的正价 不就是等于 它的最外层电子数吗 是不是 所以在比较上 大家发现 二的半径要大一些 所以从我们上下的这个关系来看 那的应该比里的要大 所以这就是那呗 这就是里呗 是不是 那圈三呢 它是有正二价 而且是三位有效数字的 所以它是什么 显正二 最外层两个电子的 是不是就是美呀 对吧 所以你看 咱们找到这个规律之后 直接全都推出来了 推完之后呢 剩下的就来比较呗 说氢化物的稳定性五和六 五和六符合率的相对关系 是不是上下关系 那么氢化物的稳定性是非金强 所以五大于六 A就是正确的呗 对吧 这就是那个圈五 这就是那个圈六 来再看B选项 最高价氧化物 对应水化物的碱性 二和三去比 氢氧化那强于 氢氧化美 因为在相对位置来看 那和美是这么排的 对不对 越往左金属越强 金属性越强 所以它的碱性越强 所以第二个也是正确的 再来看第三个 离子半径 圈五和圈二 那就是说圈五的话 就是浮离子呗 圈二就是钠离子呗 是吧 离子半径 来层是一样的关系 都是二八两层 那就是蓄小精大 所以C怎么样 写反了 是不是 最后一个单质的氧化性 圈四和圈五 氧气和浮气 那谁的非金属性强啊 是不是越往右 非金越强 那单质氧化性就越强 是不是 这不就完事了 所以你看 要是真的出了化合加合半径的题 其实它比那种推断更好做 找到它的数据关系 数据的一些特征就可以了 对吧 好了 那么到这儿呢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 所有关于元素周期表的综合应用 就到这里结束了 回去大家呢 还要多做题 才能把我们课上讲到的规律 再进一步的去掌握扎实 所以呢 大家回去还得多练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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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